大家看一看一看 我拜託你處理一下好不好 好 你要處理好不好 高雄反濫權戶民主宣講 黃潔發豪語 揚言要好好處理 國民黨立委徐小夕 這話傳到本人而立 是怎樣處理啊 生魚片還是 八九位的我要處理你這種 是有什麼樣的 威脅跟恐嚇的意味嗎 活了35年 我是沒有聽過有人說要處理我 因為一般來說 我可能會去報警 但是因為他是一名立法委員 所以我想 我應該是不需要 因為這句話去報警吧 請問一下 什麼是加九式的處理呢 如果是把檔期勒住別人的脖子 然後扯破別人的衣服 扯到流血 甚至是把別人絆倒 這種的處理方式 只有許巧欣做得出來 不滿被酸八加九 黃潔不甘示弱 反向許巧欣在議場上的 粗暴行為才是 許巧欣再反嗆 黃潔說要告我的這第62天 三道線道好像都沒有什麼下吻 所以我不曉得他處理我 是要把我做成生魚片 還是要把我做成牛排 人身安全上面的風險 我相信這個黃潔委員 他應該也不會做出這麼純的事情 不管是生魚片還是牛排啦 只要是黑心食品 只要是不適任的立委 就應該要下架 黃潔猛槓 許巧欣 黑心不是個立委 所以就該下架 藍綠兩位女戰將 戰火猛烈 也成了立願焦點 每一群都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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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